大家好 我这盆沙漠玫瑰前段时间就出现了叶斑病 由于是真菌感养的 然后我经过处理之后 现在给大家分享交作叶 由于真菌感养导致叶霉病 叶面上附属一层厚厚的灰霉 然后影响光滑作用 导致生长完慢或者是不生长 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个叶片非常有亮 我就是用盆子要比作指一粒要完 兑500毫升的水 每颗支天喷一次 喷爽的时候 重点是叶面还要进阶 喷土都要喷爽 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现在已经恢复了生长 顶端还长出了新的叶片 所以说有时候养护植物过程中 盆栽的多多少少会出现各种叶斑病 常见的是叶芥花还有兰花这些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去根除叶斑 好了 喜欢烧木玫瑰的花样们 通过这个方法 能有效的根除病案 让它恢复生长 好了 再见